这西方主神奥丁降下灭世陨石 竟打算让这天地俱灭 而人皇帝心也必须要做出最终的抉择 就在刚刚陨石降落之时 台上的宙斯剑后立刻起身 他紧握双拳 对于奥丁两败俱伤的举动 他始料未及 当他侧眼望去 台上的女娲大神和齐天大圣孙悟空 竟然神情淡然 似乎并没有出手制止之意 这让他更加的疑惑 而这个时候 场上的人皇帝心眼神简易 朝着奥丁说道 我华下闻名几千年 以礼乐为之 更有一经八卦 单书诸文 乃圣贤之所教 仁义之所失 历经劫难无数 想回我闻名 你配吗 这话音一落 人皇帝心大喝一声 冲入空中 他竟打算凭一己之力 扛下那颗陨石 人们看着他的身影是越来越小 可他背负的却无比沉重 只见帝心背靠陨石 双臂彻底摊开 用力反推 一瞬间倾尽爆起 而陨石下降 与大气摩擦出的火焰 更是连同他一起熊熊燃烧 可即便如此 陨石还是缓缓下落 见此 帝心他大喊一声 勿以人足 最后一位仁皇之名 请求华下 三皇无地 助我 只在瞬间 这九州龙气腾起 直入帝心体内 而轩辕皇帝虚影 再次出现 与他完全重合 在这天空之上 一部神秘的力量 突然爆发 竟直接将陨石击碎 就连残渣都未曾留下 仁皇帝心 也从空中摔落了下来 可他还未落地 奥丁他竟然手持 永恒之相刺了过来 虚弱的帝心 根本就无力再多 就这样 枪体刺入了他的身体 而这刺穿之力 直接将他定在了墙壁之上 一时间再无反应 奥丁见后 病态般的放声大笑 肠上的观众却深知 这最后一位仁皇 是为了拯救他们 才遭此不幸 可敢怒不敢言 但就在奥丁 准备离开之时 却突然感觉到 一股炙热的能量 他回头望去 只见帝心身上的火焰 不但没有熄灭 反而燃烧的更加剧烈 而就在这时 帝心胸前的纹身 突然光芒大声 而这纹身 正是大商朝的喧鸟图腾 而随着一声 尖笑声响起 帝心直接化作了一颗蛋 落到了地上 不错 这仁皇帝心 竟然承载了 不死鸟的力量 此时他正在涅槃重生 奥丁和宙斯 第一时间便认了出来 在短暂的惊讶过后 同时出手 想要打碎这蛋 眼看着就要得手 这天空之上 一把巨剑 突然落下 插入地面 挡下了两位 主神的进攻 而一个身影 也随之出现 那爆炸的肌肉 充满力量 仿佛魔神将士 宙斯慌忙吼道 来者何人 这个时候 一个让人心破胆寒的声音 顿时响起 无奈 喜出霸王